台中外衣間又有受刑人脫逃 是今年的第二起 江信受刑人頭戴鴨神帽 身穿潛色短袖上衣 短褲深色球鞋 從前期的車離開後 沒有入肩翻牆 逃進停車場後逃逸 他四月三號回雲林斗六探親 原定六號下午一點 就要反監報到 卻遲遲不見蹤影 從台南監獄今年一月移入的 他是強盜案判六年 刑警大約還四年多 他在我們本間表現都正常 預防緊急通報警方協巡 也公布正面照 二十六歲江信受刑人 平頭細眉單眼皮 下巴微千寢 身高大約一百七十五公分 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六號的十二十左右 是搭乘他們家屬的車輛 到達監獄的門口 他下車以後 沒有進到監獄收駕 那自行從監獄旁邊的草叢離開逃逸 起底在逃中的江建立前科累累 2018年間分別觸犯幫助犯詐欺取材罪 業務勤斬罪 2021年甚至為了偷一支H型鋼架 而一開貨車碾壓業主 造成他焚碎性骨折 以準強盜罪被判刑六年 欺民連假三天 獲准返家探親 一度在收駕時逃獄 警方北上追捕下午五點多 在半橋火車站發現他的蹤印 順利逮人 記者聯名李雲杰台中報導